大家好,如果从历连试题的系统中有效的准备教师检验考试呢 我相信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我今天就以109年教育专业科目的试题为例子来跟大家做介绍 我是国立台南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郭老师 首先本片内容主要是以109年教育专业科目各试题的重要学者 理论概念或者教育政策为关键字 并且以94年到109年的教育检验试题为搜寻范围 然后去分析各试题关键字在使用范围出现次数的多寡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掌握教育理念跟教育政策的重点或趋势 所以后面的话呢我个人的话呢提出三个准备策略来供大家做参考 好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做报告的三大部分 第一个是就是我的搜寻方式和呈现的方式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关于教肩试题的一个解析 第三个就是三个准备策略看是如何来协助大家 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搜寻与呈现 好我的搜寻方式的话呢 是以109年各科目的试题的关键字来进行搜寻 那搜寻的范围呢就包含这三大教育专业科目 那搜寻的年代呢就是自94年到109年合计呢总共16年 那我呈现的方式呢 第一个是用图的方式的话 希望可以比较个体关键字在三大科目的分布和次数 那第一个就是以表的方式来显示个体关键字在各个年代的分布和次数 我举个例子就是以109年的教育原理与制度第一体为例 三岁妈妈与妈妈通过电话的时候这一体我们就以皮亚节当做关键字呢 搜寻到了教育儿童和课程这三大教育专业科目的话呢 总共16年的话呢1807体的试题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根据上面的搜搜寻的方式呢 我把它呈现出教肩试题的一个解析 好第一个就是教育原理与制度试题的一个解析 好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横左的部分呢是109年教育原理与制度的试题的关键字 比如说一皮亚节呢代表就是第一体 以皮亚节为关键字的一个搜寻结果 那这个纵左的话呢代表例年初题的一个次数 就是包含教育的儿童跟课程 好有这个图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 这16年间呢出现10次以上的重要关键学者 或者是概念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来总共有八大像 这边总共有八大像 比如说第一体的皮亚节 第三体的葛敦娜 第八体的学习理论 其中的皮亚节 其中的皮亚节 他出现在教育原理 与制度的科目之中之外呢 你看他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呢 是在儿童发展与辅导之中 那其次的话呢 第八体的学习理论 甚至于三十二体的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的话 同时也都在课程与教学中也有占有相当的分量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我们来看看他连带的也有分布 从表一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体皮亚节呢 他出的107年未出现过考题 因为教育部的试题重缺 每年的话平均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都至少都会出现两题 那三十二体的十二年的国民基本教育的话呢 他自从102年起呢 就变成教育或者是课程的必考题 109年甚至出现了五次 是近年考题中的重中之重 那由于因为版面的关系呢 所以二十体以后的话呢 我就没有呈现了 好,第二个部分就是儿童发展与试题的解析 好,我们游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横走的部分呢 就是关键字 这个重走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历年初题的一个次数 好,我们由这个图 我们可以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十六年之间的话 十次以上的重要关键学者和概念的话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总共有十项 但是你们另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超过十五次的 超过十五次的话呢 就有五项啊 比如说除了皮亚杰之外的话 第三体的附增墙 第六体的后设认知 第十七体的郭罗堡 还有二十四体的维加斯基 这个都是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年代的一个分布 我们有表二可以来看哦 第十七体的郭罗堡 他除了两年没有出现过外的话 他连年出现的比例相当高 其实二十四体的维加斯基的话 也有同样的情形哦 他的重要性的话 其实呢 不雅于第十七体的郭罗堡 好,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课程与教学试题的一个解析 好,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到那下面这个地方是关键字 那中轴的部分部分的话 就是历年初题的一个字数 好,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94年到109年16年之间 出现十次以上的重要关键学者 或是概念的话呢 总共有这么多 有12项 有12项 其中第一题 第六题 还有第七题 第八题等等的话 有九项 竟然都超过了20次 我这个初题的比例相当高 所以各位的话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那我们来看看它年代的一个分布 从表山来看 第十六题课程发展的话 它除了这一年跟这一年也没有出现过 几乎年年都会出现了 那第六题的社会学习也有出现同样的情形 甚至于第一题的效度 第七题的性度的出现比例都会很高 至于14题的12年国民基本教育的话 至102年出现 你看102年 102年出现之后 连年出现的话 真的是不可以忽视啊 好,那接着的话呢 我提提供了三个准备策略来 供大家来参考看看 好,第一个就是命中要害的策略 什么是命中要害呢? 希望能够利用最少的时间 掌握最大的重点 那我们再以皮亚节的 的一个显示结果 我们来看 在科目的分布上面的话 在它总共我们搜寻到的45题 主要集中在儿童发展与辅导 你看有32题 甚至以及教育原理与制度上面的话 也有12题 那我们看到年代的一个分布的话 几乎每一年都会出现两题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皮亚节它的一个相关的论述 那第二个呢 一网打进的策略呢 我们希望一次性可以习做相关的题目 然后顺便厘清重要的理论概念 我们再以皮亚节 它所搜寻出来的45题 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得到 皮亚节的相关四题里面 除了认知发展的四阶段 几乎是必考题 其次的话呢 在自我中心 在自我中心语言 道德发展 还有基模理论的话 也同等的重要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顺藤摸瓜的策略 我们希望以一个字为核心 然后呢 顺着关键字呢 摸出相互列比的重要学者或概念 那我们在以皮亚节的关键字的题目中 搜寻出来的题目 我们可以常常看得到呢 Vegaski Komsky 或者是Weiner 都是他 都是他 他常常出现 会跟皮亚节做比较的一个重要学者 所以呢 我们下一次在进行Vegaski的 的一个奇作的时候的话呢 你接着按照这个命中要害 一网打进顺藤摸瓜的方式的话 你还可以摸出更多的一个学者出来 好 根据我以上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的话呢 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小的试验 看大家有没有掌握住一些 教育的理论或者是教育的趋势的重点啊 好 第一题 在教育原理与制度历练的试题 记得哦 我强调的教育原理与制度历练的试题 也就是只有指这个蓝色的部分 109年出现最多次的重要学者 理论概念或者是教育政策 到底是哪一个呢 大家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是哪一个呢 没有错 就是12年国民基本教育 12年国民基本教育 好 测验题2 在儿童发展与辅导历练的试题中 109年出现最多次的又是哪一个呢 哇很明显我们就看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哪个部分呢 没有错 就是皮亚解 就是皮亚解 好 第三题 在课程与教学的历练试题中 109年出现最多次的重要学者是谁 也就是这个黄色的部分 耶 没有错 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出这样子试题的一个重点 然后在准备考试上大家都可以无往不利 那最后面呢 预祝各位同学们呢 顺利通过110的教师检定考试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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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